观众朋友祝精彩的底家 靠着做点心也可以省不少钱 厂商说这个呢是吃相最好看的model英福 她平常也非常喜欢做点心 像是焦糖烤布雷可乐饼 还有炸香蕉卷 这些呢点心市售价格大概上千块 但是她自己做成本呢只要两百多块 喷枪小火对着白砂糖加热 形成一层脆脆的焦糖 人气吸点烤布雷在家也能简单做 首先打四颗蛋黄和一颗全蛋增添滑顺口感 再加入250cc的鲜奶鲜奶油和砂糖 滴上两滴香草精就可以倒入模型杯 做出八个焦糖烤布雷 市售一个七八十元 这里成本全部只要一百五十五元 大量的鲜奶跟鲜奶油如果在外面也一定长惨了 所以这种就是自己在家做 便宜简单省事而且又比较健康 一人音符不仅被厂商誉为吃向最美的吃魔 连下厨也很拿手 好料再一道 用奶油炒香洋葱和猪脚肉 和马铃薯搅拌均匀 包入起司后沾点面粉和蛋汁 最后再裹上一层面包粉 大份量的可乐饼下锅酥炸五分钟 四颗食材成本只要七十元 和外面餐厅一颗五十五元起跳的价码 现审至少一百五十元 可乐饼没用完的蛋汁和面粉倒掉太可惜 留着做另一道甜点 切边白吐司包入香蕉片 卷一卷 面粉加一点水变成面糊 然后把它放在尾端的部分 就可以让它封口 这样在炸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跑起来 沾点面粉和蛋汁同样炸到金黄 摆盘淋上炼乳 大功告成 连同其他诱人点心统统端上桌 明星三道省钱料理全部只花两百三十五元 朋友如果约聚餐 我就把他们全部叫来我家 那大家其实分摊菜钱一个人可能才一百多 可是我们如果去外面聚餐 一个人可能就要花到五百多 然后如果你长期下来一个月有个八厂聚餐 那省下的钱真的很可观 积少成多 毕竟物价涨 经济动荡 省下荷包 相对就是赚 东森财经新闻 环一指冯瑞里 台北报导 百多 崩 相 借 百多 百多